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之前我們也提過現在很多人都患上了腦退化症 還要越來越年輕 其實原來跟我們很多時候服用那些藥物有關 今天袁醫生你是否又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 講解一下哪種最常用 很多人都常用那些衛捕的藥物 對於腦退化症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個問題是越來越普及化 所以這方面的研究是越來越多 一直都在研究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患上腦退化 好像未老 老人之外 有一部分都正常 但是越來越多 而且越來越輕化 其中一個兇手 他們發現原來是一般很多人常用的抗胃酸藥 對嗎 就是胃不舒服 他們經常都會說胃酸過多 對 火消心 他們就很習慣用抗胃酸藥 原來在美國 我資料都在美國看到出來 原來美國人每天花費2600萬美金 用在這藥物 可以說每一個小時多於100萬 用在這些胃藥裡 這種抗胃酸藥 也是一個醫學名詞 叫做Proton Pump Inhibitors 即是PPIs Proton Pump Inhibitors 即是質子泵的抑制劑 通常市面買的藥物 通常用的藥物名 就像Nexium Proloxac 以及Pervacid 這些是一般市面的名牌藥 這些藥物 其實全部都是抗胃酸藥 他們通常是抑制我們身體 胃裏製造胃酸的一種酵素 但問題是 除了抑制這些酵素 製造胃酸的酵素 還有一件事 是傷害你的腦 製造的問題 其中一個研究是在德國 刊登在一份雜誌 叫做European Archives of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 我已經開始翻譯了 這是一個德國的研究 在這份雜誌 當時他研究了一些老人家 他發現這些老人家 就是在用這些PPIS 這種類的藥 是大大增加他的腦退化的 其中他們的研究人員 就是跟進幾大群的人 3327位人士 75歲或以上 跟蹤他們六年 其中他找到431位病人 出現腦退化 其中260位 就是出現老人痴外症 就是Alzheimer 好了 他們的結論就是這樣 他們的結論就是 如果病人用這些PPI 抗胃酸的藥 他們是大大增加 腦退化和老人痴外症的 比較一些不用這些藥的人 這個就是他的結論 但是這個德國的研究 亦都沒有去解釋 沒有去研究 這個問題是怎樣出現 背後的機制是沒有的 好了 幸好有其他的研究 是吧 當那些研究人員 就開始去了解 就是他們原來 原來這個PPI 這種藥 不是單單只是抑制 那個胃酸的產生 但是原來 當然了 抑制胃酸 亦都妨礙你身體 吸收維他命 就是這樣 身體的 有些維他命 是一個酸的環境 那你胃酸不夠 也都會妨礙你那個 維他命的吸收 也都就是 他最緊要 他就會 幫我一種的身體 保護你腦袋 即是對付老人之外 正腦袋 一種化學物質 OK 那他發現 我們身體的腦是怎樣呢 他說我們身體的腦的細胞 差不多有接近 十分之一的細胞 一種是一種的腦的免疫細胞 英文我叫做MicroGlear 它就是小膠質細胞 MicroGlear 當我們身體的腦 受到損害的時候 這些小膠質的細胞 就會起動 就成為好像 亞米巴蟲那些 那些動動的細胞 慢慢走近你受損的腦的位置 這些能夠動的小膠質的細胞 MicroGlear 就會轉變成一種 我們叫做吞著的細胞 Fagocis 即是這種細胞去吃壞的垃圾 這些所謂的免疫細胞 就會把你已經失去功能的神經線 和垃圾 替你吞食它 消化它 然後就排除它 這些 MicroGlear 小膠質的細胞 可以說是我們的大腦的清道膚 將它掃除 掃除 掃除 掃除這些垃圾 好了 那這些 MicroGlear 這些小膠質細胞 它裡面的基障 原來它裡面有一種 有一種的結構 叫做Lysozyme 是一種融母體 Lysozyme 是一種酵母的 那這種呢 在這個細胞裡面 這種Lysozyme 就是一代代的所謂的酸液 酸液的東西 那 那將這些 不好的物質 就 將這個酸 就將它 浸在酸裡 然後將它融化 它的機制是這樣的 那 那 那 這些小膠質的細胞裡面 它們拔走這些 融化的那些 那些物質 其中一種呢 我們這塊叫做Fibula A Beta 是一種纜維 一個纜維狀A的 一種的垃圾來的 這是一種 就是一種 殘維物質 那如果這些 這樣的 纜維狀A Beta 這種纜維 如果被它聚集起來 那它就會出現了 就是一種的 情形罪 是慢慢的 會變成老人籤外的 嗯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就要阻止這些 那些這樣的 A Beta 纜維體 纜維狀的東西 就是傷害我們 那個腦的細胞 而呢 就是破壞它們的 那個 折合 那也都是 維修我們腦的血液循環 導致我們慢慢的 會形成我們身體 有一種 我們叫做Amyloid Amyloid Plaque 就是一種 澱粉 釀氧蛋白塊 那就是 大家都知道 這些這樣的 Amyloid Plaque 這些澱粉釀氧蛋白塊 是我們差不多是 老人癡症的一個指標 嗯 如果我們發現這個腦 這些東西越多 那它就是 老人癡症的指標 沒錯 好了 那就是很不幸 當人們飲食這些 很多這些 這樣的 那個Proton 就是PPI 這類的藥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 當我們這個 Michael Glea 這種這樣的 小膠質的細胞 是 就會損害 這些 就是 就是 從事 就是抑制了這個 這個 這個過程 OK 那另外在伊朗 有些科學家 就發現 這些這樣的 PPI 這類的東西 是 值得可以 過我們身體的 那個 那個腦的甲膜 就是那個 腦血的甲膜 直接進入我們的腦 那 令到這些 這樣的 那個融母體 就是Lisosone 就那個酸度 減低 那變成 它就沒有辦法 用酸 去溶解 這些這樣的 纖維狀 Aβ的纖維狀 可以這樣說 是令到你身體 排污的能力 受到障礙了 明白 所以結論很簡單 這些這樣的 就是PPI 這類的藥 抗胃酸的藥 是很可能 是一個 導致我們 腦退化的 一個很大的因素 OK 其實 基本上 很多時候 就是 那些人 那個飲食習慣 那些東西 消化不好 或者是不夠咀嚼的時候 就變成了 就好像很多 胃酸過多 又要吃這些 抗胃酸藥 但是 最終呢 就會令到 那個 形成了很多 身體那個 小膠質的 細胞那些 都可以分化不了 那些的 纖維化了 Aβ 而阻礙了 血管的流動 那些東西 影響到 那個 就是老神經線的那方面 沒錯 那就是你看到 那個機制 就已經被人發現了 另外的研究 在西班牙 在Barcelona 他們發現了 這些PPI 是直接 是導致 這些這樣的 所謂 Amyloid Plaque 就是這些 那個 澱粉 的蛋白塊 是聚集 在我們那個 在聚集的腦部 那裡 這是用試管做的研究 以及在動物實驗室的動物 做過同樣的研究 那就是說 即是 他直接可以 做一個動物的研究 是知道這個情況發生了 即是很難在一個人那裡 那裡 他就從動物那裡做出來 那 他們當時西班牙的研究人員 就用那種藥 就是Pervacid Pervacid Pervacid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常用的 這類的藥物 那就是其中一種 常用的抗胃酸藥物 那就是他相信呢 其他抗胃酸 和PPI 這類的東西呢 都是有同樣的問題的 OK 好了 還有呢 PPI 這類的東西 還有什麼呢 是會影響我們身體吸收維他命B12 那你知道呢 維他命B12低呢 是會導致我們所謂的記憶力失去 是 和那個腦退化 是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在處理那個 即是腦部的營養方面呢 很著重呢 是加強那個 那個維他命B12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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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B12都主管到 我們的記憶力 各方面的營養素來的 是 好了 剛才我們說是講到 腦袋的影響 記憶 腦退化 原來呢 還發現到 在米茲根大學裡面 一個研究呢 發現呢 這些食這類的藥的人呢 是會增加那個死亡的風險的 嗯 好了 那他怎樣做呢 就是講他們很多的病人 在住院期間呢 即是會用很多西藥的 是 那發現很多的病人 在那時候呢 如果他是吃這類的西藥呢 他們的死亡率是增加的 那原來呢 這些這樣的 那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知道了 身體的胃酸呢 是身體什麼 是對抗感染的 一種很重要的防禦地的站來的嘛 是 即是很強的酸 那那些菌進去之後呢 他就殺了他 是 那你知道了 在醫院裡面呢 經常都有這些這樣的感染呢 很多人在醫院那段時間呢 就會出現肺炎的 嗯 是 那我也很強調呢 我們那個胃 我們那個飲食 我們的胃液呢 是很重要的 那雖然呢 現在說的最近的非典型呢 就說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經過我們的食道進去 那其中的原因是 因為食道裡面的那個防禦很厲害 沒錯 那個胃酸很厲害 那在這個西班牙的 米茲根道的研究呢 發現呢 那些住院病人呢 一吃這些藥呢 是會很容易呢 是增加他感染肺炎 還有另一種呢 一種的Costridium的 另一種菌的 那會增加他們的死亡 OK 那所以呢 大家了解到呢 就是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呢 就不要輕易呢 吃那些這樣的抗胃酸藥 那雖然美國是很常用的 是的 那很多人都用的 那有很多人在吃西藥呢 其中一個 同時呢 他會吃這些Nexium的 因為這些西藥呢 會破壞那個胃 會令到胃酸藥 所以很多時候呢 他就順便吃完這隻藥 那藥呢 其實呢 就越吃越多 那麼那個危險 是非常之危險 不單止會令你的腦退化 傷害你的腦 同時會增加你那個死亡 增加你那個肺炎的死亡 嗯 嗯 那真的呢 因為呢 在現在這麼急速的文明社會上面呢 很多人呢 都是那個消化系統是很差的 所以呢 他們以為貪方便 啊 一有覺得好像消化不了了 火燒心啊 胃酸啊 那些時候呢 就馬上就去 就馬上就去 拿些抗胃酸藥了 但是其實原來呢 這個呢 也是一個原空之一呢 就導致現在這麼多人的腦退化症 更年輕化了 好 今天很感謝原先生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分享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原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原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御理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的了 好 今天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